约伯记第九章 约伯回答说 我真知道是这样 但人在神面前 怎能成为义呢 若愿意与他争辩 千中之一也不能回答 他心里有智慧 且大有能力 谁向神刚硬 而得亨通呢 他发怒 把山翻倒挪移 山并不知觉 他使地震动 离奇本位 地的柱子就摇汗 他吩咐日头不出来 就不出来 又封闭众星 他独自铺张苍天 步行在海浪之上 他造北斗 参兴 卯兴 并南方的秘宫 他行大事 不可测夺 行奇事 不可生疏 他从我旁边经过 我却不看见 他在我面前行走 我倒不知觉 他夺取 谁能阻挡 谁敢问他 你做什么 神必不收回 他的怒气 扶住 拉哈勃的 屈身 在他以下 既是这样 我怎敢 回答他 怎敢选择 言语 与他辩论呢 我虽有意 也不回答他 只要向那 审判我的 恳求 我若呼吁 他应允我 我仍不信 他真听我的声音 他用暴风 折断我 无故地 加增我的损伤 我就是喘一口气 他都不容 倒使我满心苦恼 若论力量 他真有能力 若论审判 他说 谁能将我传来呢 我虽有意 自己的口 要定我为有罪 我虽完全 我口必 嫌我为弯曲 我本完全 不顾自己 我厌恶我的性命 善恶无分 都是一样 所以我说 完全人和恶人 他都灭绝 若忽然 遭杀害之火 他必戏笑 无辜的人 遇难 世界 交在恶人手中 蒙蔽世界 审判官的脸 若不是 他是谁呢 我的日子 比跑信的更快 急速过去 不见福乐 我的日子 过去 如快船 如急落 抓实的音 我若说 我要忘记 我的爱情 除去我的愁容 心中畅快 我因愁苦 而惧怕 知道你 必不以我 为无辜 我必被你 定为有罪 我何必突然 劳苦呢 我若用血水洗身 用剪 截进我的手 你还要扔我在坑里 我的衣服 都憎恶我 他本不像我是人 使我可以回答他 又使我们 可以同听审判 我们中间 没有听审的人 可以向我们 两造按手 愿他 把杖 离开我 不使金黄 威吓我 我就说话 也不惧怕他 现在 我却不是那样